《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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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來說 我就要帶個位 因為可能很多人連看都沒看過 我相信很多人根本是不曉得 博弗門從哪裡來 就聽法師都這樣說 都說有個博弗法門 博弗門從哪裡出來的 不知道 我們來看《維摩吉所說經》 入博弱法门品第九 我们看经文 我们把经文练一遍以后 我们再折重点解释 然后再做一个总结 什么是博弱法门 我们看经文 二十为摩节 为众菩萨言 诸仁者 云和菩萨入博弱法门 过谁所漏说之 会中有菩萨明法自在 说言 诸仁者生命为二 法本不生 今者无命 得此无生法人 是为入博弱法门 多守菩萨曰 我守为二 因有我 故便有我守 若无有我 走无我守 是为入博弱法门 三 不限菩萨曰 受不受为二 若法不受 则不可得 以不可得故 无取无舍 无作无行 是为入博弱法门 第四 得顶菩萨曰 够静为二 静够实性 则无静相 顺理灭相 是为入博弱法门 第五 善述菩萨曰 是动 是动 是念 为二 不动 则无念 无念 则无分别 通达 此者 是为入博弱法门 第六 善连菩萨曰 一相无相为二 若知一相即是无相 亦不取无相 入以平等 是为入博弱法门 第七 妙弼菩萨曰 菩萨心 生闻心为二 观心相空 如幻法者 无菩萨心 无生闻心 是为入博弱法门 第八 佛沙菩萨曰 善不善为二 若不起善不善 入无相计 而通达者 是为入博弱法门 九 狮子菩萨曰 罪辅为二 若打罪信 则已辅无益 以金刚会 结了此相 无妇无结者 是为入博弱法门 十 狮子意菩萨曰 有肉无肉为二 若躲诸法等 则不起肉 不漏相 不着已相 亦不注无相 是为入博弱法门 十一 尽解菩萨曰 有为无为为二 若离一切事 则心如虚空 以清净会 无所爱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二 纳罗言菩萨曰 世间出世间为二 世间信空 即是出世间 以其中不入不出 不义不善 是为入博弱法门 十三 善意菩萨曰 生死内盘为二 若见生死信 无乎无解 不生不滅 如是结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四 现见菩萨曰 静不静为二 法若就静静 若不静 即是无静相 无静相即是空 空者无有静不静相 如是入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五 菩朔菩萨曰 我无我为二 我尚不可得 恢我何可得 见我实信者 不乎其二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六 殿天菩萨曰 明无明为二 无明实信 即是明 明义不可取离一切数 以其中平等无恶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七 喜见菩萨曰 色色空为二 色即是空 非色魅空 色性自空 如是色想行事 色空为二 色即是空 非色魅空 色性自空 以其中而通达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八 明相菩萨曰 色种意空 种意为二 四种性即是空 种性 如前济和库济空 故中济一空 若能如是知 诸种性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十九 妙异菩萨曰 眼色为二 若知眼性以色 不贪 不会不吃 四明即美 如是 耳生鼻香 舍味深处 异法为二 若知异性以法 不贪 不会不吃 四明即美 安住其中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 无经理菩萨耶 不思回向一切自为二 不思性即是回向一切自信 如是持戒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回向一切自为二 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自信 以其中入一向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一 身会菩萨耶 是空 是无向 是无作为二 空即无向 无向即无作 若空 无向无作 则无心 以一解脱门 即是三解脱门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二 即跟菩萨耶 佛法众为二 佛即是法 法即是众 是三宝皆无未相 以虚空等 一切法一而 能随此行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三 心无爱菩萨曰 生生魅为恶 生即是生魅 所以走何 见生实相者 不起见生 即见魅身 生以魅身 无恶无分别 以其中不经不拒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四 上善菩萨曰 身可亦善为二 事三类皆无作相 身无作相 即可无作相 可无作相 即义无作相 事三类无作相 即一切法无作相 能如是 水无作会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五 胡田菩萨曰 胡行醉行 不动行为恶 三行实行即是空 空走无呼行 无罪行 无不动行 以此三行 而不起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六 华言菩萨曰 从我起恶为恶 见我实相者 不起恶法 若不住恶法 则无有事 无所事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七 德藏菩萨曰 有所得相 为恶 若无所得 则无其舍 无其舍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八 夜上菩萨曰 安以明为恶 无安无明 则无有恶 所以则火 如入灭受想定 无安无明 一切法相 义父如是 以其中平等路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二十九 保应守菩萨曰 乐涅槃 不乐世间为恶 若不乐涅槃 不厌世间 则无有恶 所以则火 若有辅 则有解 若本无辅 骑水求解 无夫无解 则无乐愿 事为入博弱法门 三十 朱顶王菩萨曰 正道斜道为恶 诸正道者 则不分别 是邪是正 离此恶者 事为入博弱法门 三十一 乐时菩萨曰 时不时为恶 时见者 尚不见时 何况非时 所以走何 灰肉眼所见 慧眼乃能见 而此慧眼无见 无不见 事为入博弱法门 如是知菩萨 各各所以 问文师师律 何等是菩萨 入博弱法门 文师师律 曰 如果一者 以一切法 无言无说 无事无事 理诸问答 事为入博弱法门 以事文师师律 问唯摩杰 我等各自 所以 仁者当说 何等是菩萨 入博弱法门 使唯摩杰 莫然无言 文师师律 叹曰 善哉 乃是无有文字 以言 是珍住博弱法门 说是至博弱法门品师 以此众中五千菩萨 接入博弱法门 得无生法的 这段呢 我们 发了一点时间 我们等一下 来择一些重点 来跟各位报告 就个人的一些领悟 来跟各位分享 这三十一位菩萨 他们分别说出 他们 对博弱法门的见解 最后文师师律菩萨 他请示唯摩杰基士 他说 我们都说出来 这些博弱法门的见地 那请问 唯摩杰基士 怎么样可以进入博弱法门 就说 唯摩杰基士 他入空假不悟 中道实相 他入中道实相的时候 他不找空不找有 他深口意 当下说法 佛法无言说 佛法 我们讲说佛法无多主 就是这样 修行的人很多 悟道的人 换毛麟角 所以 唯摩杰基士 当时他是 默然无 也是什么意思 说法所无法口说 真正到 入长期光 净土的时候 哪一法不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博弱法 对不对 老和尚说 如果你用华眼经的角度 来解释了凡事性 了凡事性是华眼的境界 同样道理 你用华眼经的见地 来说 安事前书 安事前书 他不再是道家的书 他变成什么 他变成一生了义的 他变成什么 他就变成第一地 所以 为什么他默然无眼 因为众生有八万世间国烦恼 那佛法就有八万世间国法门对峙 你迷了跟你讲世间法 那告诉你要不要离开这个世间法 因为三界犹如火宅 那奥尚能照这样去修 他照这样去修 他修古洁面到正的 我空真主 他破剑施后 他法王会上佛头的时候 你们那个还是化成欧宜 就暂时给你们安住一个地方而已 就是 化成的意思是说 本来有一个目标说 很远的地方 那个城市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这些地主走到一半很热又饥渴 想找一个地方休息 佛头就先画一个客栈给他们住 就是三圣 神文圣圆节圣 不但就是客栈 让你们先住一下 因为内盘到这个 到这个无上正的正节 也就近内盘那个地方的时候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阿罗汉 五千格比丘 在法王会上就退席了 佛头说退也好 因为佛头在法王会上讲 我有一圣法 无欧义无三 除佛方便收 阿罗汉不能接受就是说 怎么我这个 我这个圣文圣也不对 那是佛头说的 你叫我这样修的阿 你叫我处理三界 我已经处理三界了 佛头说 你正的还是偏真内盘 这就是什么 因为众生 凡夫早有 二生很早空 所以文师师弟不在就赞叹 善哉善哉 乃至无有文字以言 是真如不二法门 所以大圣启心里面讲 一切法从本以来 理言说相 理名字相 理新年相 毕竟平等 无有便利 不可破坏 为是一心 顾名真如 这个就是真如 乃至无有文字以言 是真如不二法门 是真如不二法门